据台湾联合新闻网5月4日报道 台湾景气持续低迷 台湾地区发展委员会景气灯号已经亮出第五颗蓝灯 委员会主委顾明心3日在台湾地区立法机构经济委员会答许说 进出口的确比想象更差 经济增长率保二是挑战 第三季景气才会比较好 今年景气复苏比较像U型 报道称台湾地区立法机构经委会3日处理台湾地区发展委员会预算解冻案 多位民代对近日各项经济数据发布结果表达忧心 关切今年经济增长率能否保二 下半年景气是否可能复苏 公明心表示进出口表现的确比想象更差 所以要加强哪须 因此消费与投资最重要 其中当局公共建设执行率至少95%以上 保二是挑战要努力 对于有民代担心今年经济负增长 他说不会发生 公明心指出 目前出口没那么好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原本曾超过50% 后来又降下来 大概要等到第三季才会比较好 他说原本希望去库存可在年终完成 但现在也许会延后一到两个月 报道称 针对出口核实回温 列席台湾地区立法机构财政委员会 被寻的台当局主级机构负责人朱泽民认为 最快要第三季 中国大陆预期今年经济增长率为5%左右 两岸贸易对台湾出口也有帮助 至于今年景气复苏走势如何 公明心说 比较像U型 第三季去库存差不多 到时候才会比较好 对于台湾的经济情况 台湾联合报5月4日发表TV 把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 真要作戴萧条的社论称 疫情解封后 经济并未如预期好转 反而不断传来乌云照顶的省讯 台当局主级机构发布的首级经济增长率 为负3.02% 连续两季负增长 台当局经济主管部门的工业生产指数 首级年减15.3% 连续7个月衰退 台当局财政主管部门的海关进出口统计 首级年减19% 也是连续7个月负增长 包括台积电的首级营收 也因下游客户需要不如预期而略减 另有电子大厂传出放原梦价 等于放五薪价 社论称 对于这些经济面衰退的消息 蔡当局并未采取任何阴影对策 一副势不关己模样 正当万物飞涨 民生艰苦而产业陷入困境 当局仍不思正视经济衰退的事实 蔡英文不觉得自己愧对这7年吗 社论指出 陈水扁8年 贪腐无能 图穷必见 民进党会选举 不会治理的形象深印人心 而蔡英文的7年 烂拳双标 分赃再度重严 官员无能 政策跳票 罔顾民生 挥霍公堂等恶行 只能靠大言不惨的文宣 及网军来擦纸磨粉 此外 蔡当局偏执 且自以为是 在岛内煽动族群仇恨 在两岸间故意挑起敌意 对错误的政策肩不退仗 已到了拔一毛 以立天下而不为的地步 社论称 把时间拉长来看 2000年以来 过去23年 台湾地区有15年 在民进党的治理之下 其实在不知不觉中 持续下滑倒退 星宇航空董事长张国伟 日前的一段评语 可谓一针见血 他说新加坡 张仪机场当年兴建时 曾来台取经 台湾桃园机场建设 但如今 张仪机场已经盖到 第五航站楼 而我们的桃园机场 却连第三航站楼 都没盖完 他还批 当局不重视观光 台湾除了台积电 还有什么 社论认为 这项批评一点都不夸张 蔡当局每天大内宣 自我吹嘘 事实却不堪一击 台当局观光部门 最近敲锣打鼓 声称今年首季来台旅客 已突破100万人次 但这距离台当局 交通主管部门 全年来台旅客 600万的目标 还差得远 郑杰就在蔡当局 迄今为止 不愿意开放陆客来台 台当局陆委会 宁可在那里傲着 也不在乎 这能为岛内观光业 带来什么活水 这种残民一成心态 和蔡当局急着把 年轻世代送上战场的用心 是同一逻辑 社论指出 更别忘了去年第四季 和今年第一季的经济负增长 已是蔡当局 撒下2万多亿元新台币 特别预算所灌水过的成果 已经蓬风虚浮 蔡当局若继续打出战争恐吓牌 声斗小民要如何销售